这个复原的情况比较慢一点点 那现在大概到八九成了 那重要会议或者是有公文我们回来看 原来是大病出狱 财政部长许宇哲在520上任后 很少现身公开场合引发外界联想 他是不是在回避争议话题 赵峰金控工会还质疑财政部纵容赵峰赢事件 许宇哲责任难逃应该下台负责 趁着与媒体聚会场合许宇哲连忙澄清 现在身体大致恢复 不过住院期间仍有持续关注赵峰案 直说没有经手赵峰业务 许宇哲也强调赵峰金钱董做菜有才 就算没有刑事责任也有行政责任 不过外界也质疑许宇哲是蔡有才的大学同学 是否不便直接干涉赵峰案 完全没有关系 前后期同学太多了 然后我今天他做错事情 难道我不给他责备吗 或者是不给他不讲他吗 让他这样子随便这样做下去 不可能是吗 让部长超新的还有房屋税议题 对于行政院前院长陈冲 提出自助房屋低税的主张 许宇哲表示认同 但也质疑陈崇任内就应该推动 今天他当院长的时候 自助房屋有没有免税 有啊 现行就有啊 10万块以下的免税 但是不是全部免税 所以他假如认为这个政策是好的话 他任内就应该推动 去做啊 没有做 自助房屋低税 这个我们认同 许宇哲也提出 房屋税要检讨的面向还很多 那房屋税不止这个而已 譬如说现在每三年调整一次 是不是要减少 择救率的问题啊 这些都要减少 蔡冈大病出狱 就得面对一连串的难题 恐怕都让部长吃不消 经济日报叶斯敏 陈又威台北报导 没有串税